楊千驊 同道愛知國道 在剛過去的七月 千驊和愛護兒童基金會 去到緬甸山區 探訪受愛知病毒感染的家庭和小朋友 紀錄片將在這星期六播出 因為很多偏遠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健康知識屏幕 都令很多人忽略了 一些生活的健康知識 例如產前檢查 那樣東西也會令到影響下一代 可能剛做完媽媽之後 你對於小朋友的照顧 或者對他們的 看法很不一樣 層次很不一樣 當然都會知道教育 健康很重要 但當你分享到他們那種眼神 或者他們那種不開心 你的心裏是更加不舒服的 因為你可能十月懷胎 生了兒子出來 你就會明白 其實父母 就是媽媽和兒女之間 那種connection 其實很微妙的 他痛你更痛過他 我覺得除了要知道真實的生活 拿一些問題的數據之外 希望大家 喚醒大家 對這些事件的關注 或者捐助之外 我覺得帶給他們快樂 也是一個環節 所以這次和UNICEF的同事 除了去到家房之外 也帶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玩意 教他們一些運動 甚至乎是小型的生日會 令到他們知道自己生日是 什麼一回事 什麼叫Birthday 一個開心的笑容 就是一個愉快的同型回憶 這件事我自己會比之前 投入肌的 因為作為一個父母 你對這個家庭的觀念 更加鞏固的時候 你會更加知道 其實復顧小孩子 生兒育女 不是一個隨便的決定 那是影響他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好喜歡小朋友的朋友 你應該要一個 好計劃才去生他 因為你知道很多東西 螢幕牌 是要 基礎要很小心去決定 否則就會影響他一生 所以 這輩子的責任 是大家要很用心 即是用這種愛心愛性去履行